在暑期档的这股空降潮中,有人欢喜有人忧,不是每一部剧都能做到开播极大爆的,巅峰如长风度,意外似安乐传,按男女主的咖啡配置来讲,前者是绝对比不上后者的,白敬廷与宋怡的组合虽有真情侣光环的加持,但毕竟两人不是走流量路线的,各方面数据并没有很高,反观迪丽热巴与龚俊,一个是九十花中第一批起来的顶流。 一个是靠着双男主剧山河令吃尽弘历的新势力,两人单是粉丝基础就能降为打击白颂组合,然而超乎大家预料的是,长风度开播及41小时后突破站内1万数值,打破原有记录,而按乐传7月12号上线,最新数值坎坎过9000,原以为它会是引发现象及追剧潮的王牌,却不想它略微哑火,制作粗糙,魔改原著底色, 迪丽热巴玉姐脸硬扮花痴,龚俊演第一美男被朝被称作是大学生毕业作品,安乐传真是一点不冤枉的,别的剧组还没开机,便能靠制作班底打量前妻口碑,让观众相信他们有能做好剧的实力。 而这部剧从手机片头曲开始,那画面便是肉眼可见的粗烈,抠图没抠干净,色调古怪异常。 进入正片后,好家伙,如海盗船般的印镜,廉价的浮华道,净显疲态的打光等等。 硬师把演员100分的颜值给降到了50分,投资不高也就算了,这弱化女主事业线,魔改原著底色又算怎么回事。 原作中的人安乐是身复复仇大击的迎刃孤女,然而剧版却给她安上娇桥水匪的名号来。 在成片中,迪丽热巴顶着一张霸气玉姐脸,一眼恋爱小花痴,嘟嘴媚眼摇头晃脑,怎么叫憨怎么来。 即使是回归弟子缘本性,这冷下来的脸表达情绪也不到位。 韩叶醉酒错任,对着她韩子缘。 面对身份被揭穿的危险,人安乐本该是慌张惊讶的。 然而迪丽热巴在画面中只是嘴巴微张,看不出更多的波折。 女主配音不贴脸,男主脸不贴角色。 龚俊所扮演的太子是大净第一美男。 这样貌端正程度,却还没旁边的新人妙。 上线后即被低分刷屏,开播五天仍未破万。 对比一下同期的成绩,就会明白迪丽热巴的尴尬所在。 后量来时猛烈,迪丽热巴处境尴尬。 观众已不再买账流量派,在长风度破纪录并且上新央视后, 偷偷藏不住作为一部小成本填宠。 仅用三十个小时便实现了破万战绩。 九五花赵露丝抗拒的能力再获得认可。 要知道偷藏可是穷到演员进组了。 却连衣服都被准备好的地步。 上线前被畅刷无数,谁能料到他能力风翻盘。 能让一部青春剧起死回生,赵露丝的命运。 恰恰证明娱乐圈时代更替的残酷。 九五花后浪已经袭来,九零花在痴迷在偶像剧板块。 只有被挤下去的缝。 作为同气的佼佼者, 李丽热巴已经完成了颠覆时期的绚烂。 曾经她也是演个配角极可出圈的厉害。 在年过三十后,她也有在尝试转型。 公宿大咖迎集为她作配。 可以说是一等一的好项目了。 可豆瓣评分却不那么如意,只是才过六分。 比较一下对她大两岁的李毅童。 8.5分的狂飙完全能列入代表作。 对于观众来讲, 演员站得越高,对她的期望也就越强。 到了三十岁还想着做流量派。 跟二十出头的小年轻抢言情举本子。 从罗云熙到迪丽热巴,没一个能逃过审判的。 赵丽颖靠风吹半夏提名白玉兰。 尚且有人觉得她不配。 可见流量派的转型之路很是困难。 没绝对优异的发挥,观众是不会买账的。 那么,就期望热巴能在利剑玫瑰中表现风神吧。